当然我们最不希望听到的消息 看到这样的新闻 今天早上11点多 台南的警二分局 两名远警他们去追气 窃盗通缉犯 结果没想到呢 碰上了一起意外 被割警殉职 刚才辫子妹帮我们补充了 最近消息还有枪伤 远警的一把枪24颗子弹呢 通通都被抢走了 那36岁的图姓远警 27岁的曹姓远警 他们在为人保姆的时候呢 其实帮助这个社会 很多暖心的事迹 他们的家人都很难过的说 为什么老天总是把 善良的人带走呢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远警身上有枪 会无法自保呢 我们先来看 首先警车的车门上 都是血迹 我有看到这个照片 真的是没有办法 尺度的关系 真的不能让大家看 党风剥离是全碎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表示当天一定有爆发 激烈的推挤或冲突 现场有六个弹壳 遗留一把似乎是 假造的枪支 这表示这个凶险的手段 非常的凶残 今天呢 铁汉局长方阳宁 在跟大家陈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你知道铁汉局长 他都哽咽 他都哭了 这件事情呢 对警察来说 当然无疑的 会是一个 很大的警讯 除了警察同仁 要提高警觉之外 是否有什么绑 什么法案 绑手绑脚 你知道今天 如果发生在 美国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会说 你遇到美国的警察 要盘查 手什么都不要说 你也不要乱动 你就是双手先离开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警察 随时能够强硬的 执行他的公权力 但我们今天台湾的警察呢 台湾的警察 是否因为 什么样的法案 让他们绑手绑脚 有枪 但是呢 可能有SOP嘛 是否要先对空名枪 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 详细的法案 当然我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徐国勇今天下令 大胆用枪 不用客气 算不算是马后炮呢 台铭格 今天发生这个 当然令人非常的遗憾 那过程到底是怎么样 老实说 我们只看到了 警方陆陆续公布的一些照片 包括刚刚那个 露出诡异笑容那个照片 那实际上 因为那个照片很模糊 他到底是不是在笑 还是只是刚好露出牙齿 我也不知道 这个要 你要有连续动作 才能够知道 他到底在干什么 那当然现在 不会有这些画面 那警方大概 只是释出一小段画面 那我也是希望 大家也不要乱猜 为什么 我看网路上 一大堆人 把他讲得跟小说一样 就已经出现 我已经看了六七种说法 你他们当初怎么格斗 然后怎么样 歹徒怎么接近 然后怎么样 去杀害他们 都讲得好像历历在目 你们都没在现场 你们怎么会知道 这些东西呢 真的不要再去乱传 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传出来 对这些人的家属 对警察的家属 其实都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扯这些事 目前很多细节 我们都还不清楚 大家不要去乱猜 因为只有现场 他们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是觉得 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为什么两个警察 只有一把枪 这个是第一个 我觉得很匪夷所思 而且这个现在 已经是他们的常态 也就是很多远警 他们就会尽量 不让他配枪 因为现在目前所知 就是在背景的是 图信这个远警 然后这个潮信远警呢 是本来是负责交通的 然后他是临时被调去支援 因为他们去抓一个冠妾 那这一个陈伟杰呢 其实他是在当地 还算是有名气的 很多警察都认识他 因为常常抓到他 他甚至7月的时候 才又被抓一次 因为常常有毒品 涉嫌贩毒被抓 然后当时就直接交报就出来 那这个人 前科累累 然后犯下这么多案子 我们的司法 是不是对他们太宽容了 就让他们不断地 进去又出来 进去又出来 警察抓到他这么多次 然后让他一直出来 那这些人又涉毒 涉毒的人 有的时候你吸毒之后 可能就会做出很多 很疯狂的事情 那这些都不需要去考量吗 我真的觉得蛮遗憾的 然后台湾现在 警察在执勤的时候 实际上是面对 很多危险的 那你常常让警察执勤的时候 你连把枪都不给他 他也没有电击棒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请问一下他要怎么保护自己 我真的搞不懂 这种规定到底是谁给出来的 为什么警察只有一把枪 不是每一个人最基本 应该有一把枪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了 我们蔡依依终于出现 然后又 当然又是那些套语在讲 然后他讲什么 其实我不关心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些首长 这些干话是讲得很高兴 像徐国务你讲说 只要嫌犯反抗大胆使用枪械 绝不客气 你当然绝不客气啊 因为使用枪械之后 报告谁写 那个开枪的援警刑 万一将来要出庭 谁去 那个开枪的援警去 如果有刑责谁背 开枪的援警背 请问一下你们身为内政部长 你上台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你有因为这样推动哪一些相关保护援警的法案吗 你们有做吗 你们整个执政党有做这件事情吗 怎么样能够让援警 能够更自由的使用枪械 有没有去修改他们相关的SOP 都没有嘛 台湾的警察为什么不愿意开枪 理由非常简单嘛 他一旦开枪之后 报告写不完不讲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被认定有点瑕疵 就家属会告他 然后法官也会对他们非常严厉 到最后可能因为这样子 自己的工作也做不下去 甚至还要赔一大饼钱 所以你是警察你也不会想开枪啊 因为我开了枪之后我可能赔不完 我可能工作丢掉 那我干嘛做这种事情 不是吗 台湾的袁警为什么不敢像美国警察 这样开枪 是因为你们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利嘛 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你们每一次讲 扣我声音讲这么多 谁是执政党 不是你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六年耶 请问一下相关的任何一条法案 你们有推动过吗 我先不要说有没有通过 你有推动过吗 你没有提出来过吗 都没有看到啊 那你叫袁警怎么敢放心开枪 不是讲笑话吗 然后我们的立法院长更奇怪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跟立法院长什么事 好吧你要出来表态你就讲吧 随便讲些套语又算了 就你讲句话让人家听不懂 他说我反对死刑 可是这样一定要判死刑 那请问一下这样判死刑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些人 你就看到这些人跳出来 讲了一大堆都是废话 对整个社会完全没有帮助 对袁警也完全没有帮助 那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说 听说谈了三分局 他们已经 就是全副武装 然后拿了盾牌 赶往一个地点 我希望能够赶快逮到这个陈伟俊 因为这个人后来汽车的地点是在高中了 其实很危险 因为这个人 他有没有障碍学校 对我不晓得会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所以要赶快把这个人逮捕归案 可是重点是我拜托你们这些首长 我知道记者会去问你们 但是可不可以拜托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是没有破语成做的决心 你们可以闭上你们的鸟嘴 因为不要再讲废话 没错 韩明哥帮我们分析的很清楚了 大家听出来了吗 这些话讲起来好像狠狠 我们对凶险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执行 开枪的话绝不客气 各位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远警 我不要说开枪 他如果把枪拿出来 今天他会不会被投诉 为什么远警执法过当 远警都怎么样怎么样的 会不会哀告 曾经也不是没有过案例 那今天游锡坤 一定要判死刑 不应该要杀警察 但是问题来了 判不判死刑也不是你在说的好吗 另外呢 台湾的警察 为什么没有办法 一人一把枪 如果说出勤误 另外呢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也在讨论 大使 你在国外待过很多年 其实国外的警察也会讨论不配枪 或者是减少开枪 因为为什么 开枪的杀伤力很强嘛 但是他们会讨论 那我们要佩戴什么样的武器 是能够来制服歹徒的 我记得我在纽西兰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个法案 Taser gun 电击枪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 能不能有配套措施 重点是我们要保障我们的远警 出勤务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要活下来 这才是重点啊 大使 对 其实这个公务人员 他的职责就是执法 那可是问题就变成政治人物 他们因为选票的关系 就常常希望执法的人员 在执法的时候 能够帮他们一起来做什么 帮他们一起来拉票 所以就是他们要选票 然后就叫执法的人员 不管在执法的时候 就变成灰色执法 甚至他会觉得 你这个警察 你们现在老百姓有些抱怨 或怎么样 或者他们的这些大庄角 跑来抱怨 那警察干嘛 就叫警察放水 对不对 那所以长期以来 事实上的话 我是觉得台湾 尤其民进党当政以后 这些公务人员 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执行他 让他能够获取更多选票的 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他会顾及 你们这些不要太这个 对人民要怎么样 对人民怎么样 结果最后让这些怎么样 让这些最基层在执法的人 里外不是人 然后在真正出事的时候 他们的权益最没有被受到考 最没有被受到怎么样 最没有被受到保障 所以对于这个执法的人 我觉得像我是干公务员出身 我觉得民进党是最不注重专业 专业这些公务人员的 这些本身的权益保护 那就等于说 就让这些人员 基本上就去做炮灰 我们最近一个例子 就柬埔寨 柬埔寨这个时候 这么多人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被卖到那里 然后吴钊燮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动一张嘴 结果呢 要人家去处理事情 最后发觉只有一个人 整个驻胡志明办事 只有一个人去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这位负责的公务员同志 我们的驻外人员 他已经每天累得怎么样 累得身上已经有蜂窝性组织炎 每天累成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人去考虑一下 这些基层远景 他在执勤的内容如何 是不是超过复合 然后愈有这些 愈有这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自保的能力 相互资源的能力 对于给予他的保护够不够 这些都 这些民进党 我觉得他们在当政的 这六年来 从来没有考虑到基层执行 执行公务人员的 他自己的 这些安危 这些他们的权益的保障 或者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资源 给予足够的这些训练 有没有 都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整个民进党当权以后 对我们国家最大的 最大的伤害之一 今天这就是一个警训 我们两位这么年轻的 这些警察同志 警察朋友 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之下 我想这次要好好调查一下 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件事情 然后给予他们的保障 在工作上的保障 安全的保障 到底充不充分 对不对 使用枪械是一回事 还有其他他自我保障的这种机制 有没有足够的 够不够充不充分 所以这些部分 我觉得现在 这个都是一个 给我们社会打了一个警钟 想了一个警钟 真的 民进党多干这些事 不要每天 把你重点就去搞什么 搞中介法 搞什么 搞这个公文 公文给你 给你这个保密30年 每次就怎么样 甩锅 这些上面都甩锅 然后下面的人跑断腿 这次不是跑断腿 这次送了命 最怕最怕的是一个机关 上面的人在 他做他的官 下面的人跑断腿 送了命 然后还会继续发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这个真的对我们基层的 以前我记得 尤其金国先生在这 每天就讲两个字 我最感动 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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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层是人民的基层 社会的基层 还有什么 这些公职人员的基层 永远要去照顾他们 如果不照顾他们的话 今天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远景训职 蔡英文在忙什么 忙着抗中保台 警戒的窘处 总统真的都有看见吗 大宪哥 对 刚才一真讲到了说 国外的警察的执法 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像一真所讲的 当你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提醒 说手千万不要放在下面 手一定要举起来 因为当你手放在下面 或者是你在车里头掏东西 警察就有可能直接就对你开枪了 因为他合理的怀疑你 你的口袋常有枪械 你的车内常有枪械 所以其实美国在执法 这个警察执法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很多不当执法 这也是有这样的案例 但是至少对远警的生命的安全的保证 相对来说比台湾高很多 那么刚才就像这个韩兵说的 就是其实当每一次 都要悲剧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个政府官员 出来讲马后炮了 这个徐国勇说 如果嫌犯有反抗 霸胆使用枪械绝不客气 那这句话为什么不早讲呢 这句话为什么不现在 就告诉所有的远警说 将来你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你就可以行使这个枪支了 保护好你自己 这为什么不早讲 现在才讲 两个警察被残忍的杀死了 然后你现在才忽然讲了这句气话 说看到了就可以大胆使用枪械 可是问题是你相关的这个枪支使用的 这个SOP并没有做调整 那在没有调整的情况之下 大家真的敢大胆的来使用吗 要怎么样大胆才算大胆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句干话 就是事后才讲的风凉话 然后更妙的是游锡坤 他说这样一定要判死刑 可是各位知道 民进党执政到现在执行过多少死刑 游锡坤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 民进党从执政到现在执行过多少死刑 台湾废死最大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民进党的政客 民进党的政治务 长期以来就是支持废死的 所以导致到现在法官在判刑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大堆 本来就是应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案子 最后通通都不判死刑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的上意就是尽量避免判死刑了 你判了死刑他还要执行 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现在堆了一大堆的死刑犯都没有执行 所以才会有犯人说 杀个人在台湾又不会死 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如果台湾没有办法用言行俊法 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员警 在用枪的标准上 做一部分的放宽来保护自己 然后在4号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修改相关的法律 甚至我们不要修改 我们就执行 执行现有的法律规定 该执行的死刑都执行 那么如果我们都做不到这些 我们现在还要来讲什么 要保障远景 要保障市民的安全 要保障国人的安全 这些都是鬼话 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了 海黄鲍鱼干杯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14 享有折扣哦